大家下午好 之前做了一个视频就是关于抬山地车上楼的 发了那个视频以后就有很多人说我给那个方法不是很好 就是说我给的方法很费力 如果说力气小的人根本就是抬不上来 因此呢 我想了一下其实有好几种可以扛山地车上楼的方法 咱们从来一一试一下 这个呢就是我的三地车 来咱们来看一下有几种方法 第一种呢就是我之前说的后面抬着车座的前面抬着车把直接把车子提起来 第二种呢就是 抬着自行车的衡量 这样子也可以把车子提起来 不过这样子来或许会或许会省力那么一点 然后还有一种啊就是 就是直接提着 自行车的下半部分 就这里 直接提到提着山地车的这里 也可以把自行车提起来 不过这一种方法应该要较前两种方法更费力一点 最后啊 还有一种方法就直接把自行车扛起来 就这样直接把自行车扛起来 不过这种方法 哎呀 大家听我的声音也能听 听出来啊 这种方法应该 相当费力的 而且啊 这个自行车下面这里是有很多油的 如果你扛自行车的话 一不小心就会弄到一身油 所以说啊 相比较而言 个人感觉 其实这一种直接提车坐的方法是最干净的 但是或许有那么一点费力 所以说呢 折中的办法就是 提着自行车的衡量走 这样子我一个手就可以把它提起来 然后另一个手呢 我可以掌握车吧 所以呢 接下来咱们就出去试一下 看我说这个方法好用不好用 那个 看我们首先用 抬车座的方法 抬一层走 确实是有这么一点费劲 是说呢 这一次我们就抬这个车横梁 抬车横梁的话 相对来说要省力很多 走 试一下 抬这里 走 其实抬这里的话好像也不是特别费劲啊 也不是觉得特别沉 这样子的话说明抬这里也是可行的 最后总而言之呢 其实抬车车上楼的方法有很多种 就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人们做不到 或者还有把侧轮的卸下来直接抗上楼子 这个都有 这个 就凭大家的创造力了 那吧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忌惧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集见 我们下集见 我们下集见